救護車火速抵達現場 因為接貨報案 有20名登山客遭到密封襲擊 大批的警銷人員也到場集結 準備上山進行救援作業 登山客無力的作者 施打腎上腺素 緩解不適症狀 但另一邊還有兩名山友更嚴重 雙雙失去呼吸心跳 其中一人更不慎跌下10米山坡 需要進行吊掛下山 就頂到一個人 人家一聽你知道 哎唷 聽到什麼 剛才拔你知道 每次人都走上 山友回想起事發過程 都還心有餘悸 好端端的登山行程 沒想到全變了掉 驚悚密封遮人事件 發生在20號上午11點多 當時十男十女 平均年齡超過60歲的登山客 相約新北市瑞芳三爪子坑踏青 卻在上山接近兩小時後 突然遭到蜂群攻擊 其中11人遭到遮傷 其中兩人失去呼吸心跳 不一定因為要走過去 沿路上是目前沒有看到 所以有些蜂巢 我們出版上 它可能是在我們的地表的草叢裡面 是屬於屠風的部分 消防局與洞保處人員 上山並沒有找到蜂窩 初步判斷是遇上繁織期 蜜蜂警戒區域擴大攻擊性強 才會造成多人受傷 在消防隊員的穿扶還能行走的山友 紛紛坐上救護車送醫 而一旁穿著登山服的家屬 苦等親人 一看到家人出來後 也立刻上救護車前往醫院 只希望傷勢嚴重的患者 能夠被搶救回來 經紀新聞程序 岩凱去採訪報導 過了 谢谢大家